先来看的是总统选前最后一个黄金周末 蓝绿菊都把握时间相互拼场 我们说他们行程有多紧凑呢 今天是星期六 国民党军队一早其实是在基隆扫街 那么扫街完呢 一路从基隆到台北 然后下午就在台北市举行了一场大游行 那么接着呢 再移师到台中 那么晚上要举办的是民歌之夜 我们看到蔡英文则是从她的故乡 屏东封港出发 今天展开是全台的车队扫街的行程 那么第一站就从屏东出发 一路到了高雄 晚上在高雄举办晚会 而在宋楚瑜的部分呢 今天他白天在三峡南桃园 晚上也是在台中 跟国民党拼场在台中举办晚会 而在星期天 其实三个人都还有其他的密集行程 黄金周末当然把握时间 我们就来看到的是都在南部 那么桃园市呢 朱立伦会有造势的晚会 那么台中市也会有造势的活动 而在这个蔡英文的部分 在台南嘉义都会有造势活动 在高雄则是宋楚瑜 会有造势的活动 那么就先回头来看 今天国民党举行的 为台湾安定而走 你就是力量万人游行 三条路线 最后所有人在自由广场集合 总统马英九跟朱立伦 能点燃这个希望之灯 希望民众可以 这国民党的蓝军大团结 北市警方也估计游行人数 大约有六万七千人 人手一支星星荧光棒 国民党高层 在象征团结圆满的人行舞台上 齐聚一堂 总统马英九 副总统吴敦毅 立法院长王金平 副院长洪秀柱 甚至连平日超低调的 第一夫人周美清都现身 就是为了再拉台 国民党朱玄佩的声势 朱立伦王如玄的气势 已经起来了 对不对啊 对 蔡英文主席在鹿港 在批评我们 说台湾的生活 老百姓的生活是水深火热 那怎么可能有 就在那一天 第一千万位观光客来台湾 哪一个观光客 喜欢到一个水深火热的国家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大家说对不对 对 总统马英九抓紧机会 帮朱立伦批评对手蔡英文 国民党也把握选前超级周末 召集蓝营上街造势 会舞着国旗的民众 都是从台北市各处 缤纷三路而来 安静而走 牵上名字的天灯 缓缓飞上天际 国民党团结大游行 其中最主要的一支游行队伍 就是由总统马英九 以及正副总统候选人 朱立伦王如玄领军 今天是我们正面的 是我们阳光的 是我们欢乐的 共同带着我们的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勇敢站出来的 所有好朋友 大家都说对不对 对 诉求正面选举 为国民党塑造光明形象 更罕见让高层全员普选 寄望在这最后关头 催化出最大值的蓝营选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道